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这样四组明镜 先今天讲的是DF DU FSCK和Dump2FS明镜 先来看DF DF明镜的作用是统计文件系统的占用情况 而我的分区已经用了多大空间 还有多大空间 它的明镜格式非常简单 DF DF 后面直接回撤 就能看到我整个所有的分区 默认情况下超过有跟分区 不得分区和混合区 它的大小是按照这个签字节 做的一个单位 看起来很不痛快 那我们说过 可以加-H 人情化显示 就可以看到 我有1.8个G 可用15个G 已经用了1.8个G 占用率是11% 挂在点是跟分区 就这么简单 这个命令最常用的选项就是-H -A的意思是 除了显示默认的标准这些分区之外 还把一些隐藏的特殊分区显示出来 好 这就是DF明镜做显示分区的占用状况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叫做DU命令 DU命令是统计目录和文件大小 但是我们一般不用它统计文件大小 为什么 如果想要看文件大小LS-L 就可以很轻易的看到这个文件的蜡 但是 如果用LS去查看目录的大小 大家就会发现 它看到的这些目录都是几KB 咱们想一想 ETC目录下只有12K这个数据吗 想想也不可能 原因很简单 LS如果统计的是目录大小 它只会统计这个目录下 一级子目录 和子文件的文件名占用了多大空间 而不会统计这些子目录当中的数据 或者子这个文件当中的数据 占用了多大空间 这就是LS命令的一个统计目录的时候的局限性 它只会统计这个目录下 这些目录下 这些文件名占了多大空间 但是这个文件里的数据占了多大空间 另外LS看它不会统计 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统计目录的大小 就必须使用DU命令 DU命令后面加目录名 就会统计出来这个目录下所有的子目录占了多大空间 最后统计这个目录的总大小 同样可以加-H选项来查看这种我们的习惯的单位 AETC24道 但是我们可能更加习惯的是去查看它的总大小 而不去查看每一个子目录大小 这个时候只要加-S就可以了 这就是DU命令的作用 DU命令统计目录大小 -A的意思是不光显示子目录 还显示子文件的大小 还显示子文件 -H是人形化 -S是统计核 这个命令都不难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条命令 我们用DF命令来看一下分区 更分区占用了1.8个级 但是用DU命令来统计分区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 DU命令统计分区的时候 它会先扫描我的更分区更目录下 拥有哪些文件 然后把它的大小做一个总和 所以呢 它更慢 而且呢 它相对来说比较耗费资源 超过说过 在服务器的高负载运行时段 最好不要执行高负载命令 什么叫高负载这个执行时段呢 就是晚上的这种访问高峰 晚上7点到12点 这时候服务器的压力本身就比较大 再执行一些高负载命令 比如说大师电量复制 大硬盘扫描 那这种情况下 你的服务器当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了 那这时候看啊 大家会发现 DU命令看到的大小 比DF命令看到的更分区大小小 按理说 如果从这种简单来讲 DU命令看到的应该比它大 原因是啥 DF命令是把根目录 布特目录和后面目录分开统计 而DU命令呢 它统计的是根目录下所有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它是把布特目录 空目录和根目录的总大小计算在一起 按理说 DU命令看到的要比DF命令的大 但是我们这里看到 我们实际上看到 反而DF的统计的大小要比DU大 这个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 我们说 DF命令统计的时候 它是从文件系统角度考虑 它除了考虑文件占用的空间 还要统计被命令 被系统程序 或者被Linux系统占用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Windows还是Linux 在运行的时候 它都需要有一共的这种硬盘空间 那 这种空间占用下来之后 如果用DU命令去看 它是看不到的 它只是面向文件 也就是说 它只统计文件 或者目录占了多大空间 但是DF呢 不是这样 它不光考虑文件占了多大空间 还要考虑被程序 被命令 被Linux系统占用的多大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的 DF看到的这个占用量 反而比DU看到的要大 总结一下 其实DU看到的是谁 就是我们的根分区下 所有文件的大小 但是DF呢 它看到的这个是 除了所有文件大小 还要再加上我们的系统 和进程占用的资源 那 DF命令看到了 这个可用空间 才是真正的Linux当中 还有多少空间可用 那也就是说 虽然一旁空间 没有被文件占用 而是被系统进程占用 但是这个空间 也不能再写入数据了 所以DF看到了 这个剩余空间 才是真正的剩余空间 这里小心 这里小心 曾经啊 超哥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是做编程的 他对Linux呢 不是泛出息 而且他们的公司 也没有运营工程师 这个时候呢 他就去维护他的服务器 有一天他就问我 哎 我用DF看到了 因为这个根分区占用了280个G 但是用DU去看 我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文件大小 只有80个G 为什么 超哥就问他 你多长时间没重启了 他说这个服务 自从服务搭建完成 到现在就没有重启过 大概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好了 什么原因 很简单 长期不重启 大量的被进程占用的空间 包括你删除了一些空间 这些临时文件呢 他都没有释放 所以导致我们看到了这个硬盘的大小 远要大于我们实际的文件大小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两件事 你的Linux 哪怕他非常稳定 但是你也应该定期进行重启 如果是一些高负载服务器 比如说游戏 下载 在线电影 应该每周重启一次 哎 我们都玩游戏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服务器可能都是每周二要进行一次维护 那这个维护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重启 让我的服务器状态还原 那一些低负载的服务器 比如说网站 啊 访问量不太大的一些网站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们最起码每个月要进行一个重启 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 Linux更加稳定 虽然在一些不是太熟悉的官邻家手里 他要想进行一个 比如说运行一两年 哎 问题都不大 所以啊 说Linux在这边做得非常好 这就是DU命令和DF命令的区别 哎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FSCK FSCK呢 是我们一个文件系统修复命令 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文件系统逆常 可以尝试使用FSCK 后面跟我的分区设备文件名 也就是第一位下来CG1或者来CG2 用杠A或者杠Y的方式来进行修复 不管杠A还是杠Y 都是自动进行修复的意思 那这个命令不需要大家手工执行 呃 我们系统在开机之后 他会自动进行检测 呃 而且啊 这种是底层修复命令 这个命令啊 有时候啊 反而会造成我们系统的问题 有时候有可能 超科技曾经有过 没有修复的时候 一切正常 一修复 A系统反而功亏 所以啊 这种命令 大家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除非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手工执行 否则系统会自动检测 不需要大家这么手工自己来做 不需要自己来做 知道这个命令的作用就可以了 好了 FSCK我们就说到这 我也不演示了 哎呀 为啥 超科曾经就有FSCK把自己系统搞崩溃了 有心理意义了 所以就不再做了 啊 好了 那最后一个命令叫做Dump2FS命令 这条命令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了 它是检测磁盘状态的命令 这个命令本身不难 命令不不难 但是它的输出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我们去看看SDAE 我们BOOT分区的这个磁盘状态 它的输出非常大 输出非常大 Dump2FS没有找到SD打错了 SDAE 已经没打错了 好了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内容 好 我们从头到尾往下看看 首先看到的是我的超级快乐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卷标 挂载点 我的分区的UUID 也就是唯一识别符 然后呢 这个我们见过 我们讲SDAE的时候说过了 默认挂载选项 哎 然后呢 我的分区默认有多少个 Node Node这个I节点数 默认有多少个数据块的数量 那我的数据块的大小 对跟对BOOT分区来讲 默认是1KB 所有大小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往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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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Inode的大小 哎 主要是用来看这些超级快信息的 再往下看就会看到 一个块组 一个数据块组 两个块组 哎 我们把硬盘分成了总共 我看啊 200兆分成了24个数据快速的信息 那这个命令啊 输出非常复杂 其实大家需要看懂的 就是刚刚抄哥 刚刚脱选的这些内容 别的内容 大家 一般用到再查 或者说再来学习就可以了 那这里啊 其实说 它主要就是用来看我们分区的这种数据块 主要指的就是超级快状态的这样一条命令 用来查询的 查询的 大家会发现啊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默认的这种数据块大小 分成小柜子分成小柜子 格式化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把大柜把小柜子里面打入隔断 那隔断怎么打呢 这块鞋了 你每一个这个抽气的大小是4KB 那也可能4KB放不下一个文件 假设我一个文件是10KB 那么就需要干嘛 拿第一个抽气放一部分文件 第二个抽气再放另外一部分 第三个抽气呢 把剩余的空间放入 那第三个抽气里面 它的抽气大小是4KB 我的文件可能只有只剩2KB了 那还剩余2KB的空间 就不能被其他文件占用 那也就是说 每一个数据快条只能保存一个文件的数据 在Windows当中 我们有一个叫做磁盘碎片整理的工具 这个工具的作用其实就是说什么 哎 我们说这个空间 假设我们说 哎 我这里一个大柜子 把它分成了小柜子 然后里面打入一个一个的隔断 每个隔断假设是4KB 哎 按照我的超级块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块里保存的文件的第一部分数据 这个块里保存的文件的第二个数据 而这个块里是保存的文件的第三个部分数据 那这样的话 因为文件放的非常散了 读取的效率就会非常差 所以这个Windows当中磁盘碎片整理的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干嘛 尽量的把这三个数据块 哎 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可以加快它的读取数据 那也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Windows还是Linux 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数据块来进行数据存储 哎 所以我们说啊 分区是把大柜子变成小柜子 那格式化呢 就是把小柜子再打成一个一个的格段 这个格段的大小默认是1KB的 有可能是2KB的 也有可能是4KB 常见的都是4KB 好了 这就是大柜子FS这条命令的作用 本节课我们讲了4个跟文件系统相关的命令 主要是DU和DF DU的作用是统计这个公路的大小 DF的作用是统计分区的大小 那DU和DF的区别是 DU会统计的是整个的直统计文件大小 而DF统计的时候 不光统计文件大小 还要统计被系统占入的空间 那这个时候用DU看文件大小更准确 用DF看剩余空间更准确 然后我们讲了FSK 这个命令是系统的文件系统修复命令 这条命令系统会自动执行 不需要大家执行 最后讲了一个大柜子FS命令 这条命令是用来查看文件这个分区的超级快的信息的 最主要的就可以看到干嘛 你的分区当中一个数据快的大小是多大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时间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